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三 今天我們大盤上下抖來抖去 然後中場還能夠小漲 真是可圈可點 今天股市 全球股市再度的進行了動盪 那麼目前的一個歐股還有美股 還是進行了一個比較弱勢的格局 那今天很多投資朋友很納悶 這個台股怎麼屹立不搖 我說當然 我們這個台股跟別人真的不一樣 今天第一個 我們的台幣是一個升值的狀況 第二個大家一直在等待 我們的央行到底要不要降息 還是有什麼樣的動作 所以今天造成這個氣氛當中 各有盤算 那麼今天比較弱勢的 那就是金融類股 因為大家預期如果要降息的話 對金融的股票 可能會收益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是在這一塊當中 大家反而很爭相恐嚇的 去買一些電子 還有今天的一個生計概念股 那麼今天很神奇喔 這個大盤三大法人只買了31億 31億 可是成交量1800億耶 這該怎麼解讀 我稍後跟大家解釋 我有兩個粉絲官網 你一定要加入一個是LINE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agran是股師付錢金 或QQ33168都可以找到我 這兩個粉絲官網的差別是 有重要的PO圖或PO文不定時的 我就會通知大家呢 上去看在LINE的首頁當中 那至於震聲廣播節目 每天晚上七點固定貼在 LINE的首頁重播 希望大家能夠上去聽 尤其昨天的節目很特殊啊 有些的論點這裡沒講呢 我廣播上面昨天的節目都有講 然而還有一個部分就是Telagran Telagran在盤中即時訊息 盤射演變個股的操作 有重要中肯的東西 我就會提醒大家 絕對不會打擾大家 但是我要給大家是最中肯 最貼切的 而李宙TVN YouTube節目呢 在傍晚都會貼到Telagran上面 與大家分享 今天這個大盤 台股真的很神奇 上 下 上 下 再上 今天一開盤 大家眼睛都在看那檔台積電 今天台積電呢 兩分鐘之內填完洗了 今天除2.5元 我最後有跟各位說 今天第一個一定要看台積電 那麼今天台積電呢 兩分鐘之內填洗了 但是呢收盤少了五毛錢 那今天台積電這樣一個走法 後事整個大盤有沒有辦法扭牆 還是有很重要的關係 今天我們的大盤是收一個紅K 但是台積電呢跟大盤完全不一樣 好 現在我們來看大盤 大盤呢今天呢 很好玩的是開一個平盤復健 那麼平盤呢先往上再往下 哇 這一波很多人嚇死了 哇 擊殺 結果呢這邊又抖來抖去的 台股呢真的是屹立不搖 而中場呢這個台股呢 還能夠小漲 那今天呢這個成交量呢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這個1800億是真的嗎 可是今天三大法人只買31億喔 好 那麼今天的K棒呢 它單一K棒叫小紅的十字星 跟昨天很像 昨天呢是一個棋子 是一個小拉高結算 那昨天也是一個小紅十字星 也就是昨天的結構也是十字星 今天的結構也是十字星 那麼這個地方呢 大家要去想喔 為什麼K線這麼小隻 而為什麼這樣的K線 會在這個位階當中呢 原因很簡單 當時昨天我有跟各位說過 我說呢到了昨天 這一根的紅色的星星 它是代表的是震盪整理 攻高無力反殺有手 也就是關鍵架這裡沒有破 但是上面沒有去攻 那我跟各位說 由於上個禮拜四這一根呢 這一根非常大根的烏雲灶頂 伴隨著將近2400億 這的確是出貨量 而出貨量呢 縱使這幾天的一個紅K當中 但是這裡一定要化解 如果沒有化解 這裡還是代表台股此波高的 一個頭部了 然而我跟各位說 到了昨天還有兩天的機會 必須攻11643 九攻不過必反殺 那麼今天事情又這麼出現了 今天載了一根就是跟昨天很像的 一個十字紅K 那麼到了今天這樣的一個型態學 叫做連續星 那麼連續星在這個地方 它還是屬於一個盤整的格局 今天這個量比較大了 但是各位很納悶的是 這邊有量這邊有量有量 為什麼這邊攻不過去 而有量的情況之下 這裡的K線非常的小支 很簡單的解釋 這裡多空各有盤算 所以當有人買馬上有人賣 有人買馬上有人賣 所以各位看到量是很大的 但是這邊K線就是很小支 那麼我今天要提醒大家囉 這一根的K棒何時化解 才能夠代表台股 它的一個扭牆 如果這一根K棒遲遲不能化解 而連本間K線給它的11643 都不攻的話 那麼九攻不過必反殺 而明天剩最後一天的機會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個格局我必須講很清楚 我說我所有的剖析 是因舊線論線 不是因我的情緒 因為大盤 縱使在這個波段當中 日K三連紅 但是我剛才解釋過 昨天跟今天K線非常的小支 而大家看到今天有1800億 但是很納悶的是三大法人買31億 那其他誰買的 所以今天我測標告訴大家 籌碼又被誰接走了 如果今天晚上各位發現 這個籌碼好像倒到散戶手中 還是其他的不是三大法人手中 那你就要多多提高警覺了 因為明天剩下最後一天 大盤一定要把上個禮拜四的 那根K槓把它克服掉 如果遲遲不能克服 那不能騙大家 再看一次 這根K棒就能夠代表此波的高點 那你們要小心了 因為在這邊量這麼大 還K線這麼小支 有人買 有人馬上賣 這裡要提高非常警覺了 然而今天大家眾所矚目的台積電 今天除息2.5元 一大早就填了 剛好填了 一毛都不差 可是今天收盤不太漂亮 少了5毛 今天如果以收盤來看 它是沒有填息 早上是填了 那麼為什麼今天少了5毛呢 大家再看台積電這個量也不見了 那代表了這個時候台積電追降 買盤力道不夠了 你們看台積電的形態 跟大盤完全不一樣 這個空方缺口 遲遲在這裡不能補 而台積電 這邊日K三連K 而今天收這個綠綠的十字K 很標準 那麼這代表什麼呢 今天量也不見了 而台積電這邊追降 買盤力道都不見了 所以台積電在目前它十字K 多空都很掙扎 那麼以形態學來講 台積電是屬於一個弱勢的盤整 親愛的朋友 大盤指數要攻 全支股一定要動 而全支股台積電一定要動 那台積電今天這樣的一個表現 其實它沒有很強 它是屬於一個弱勢的盤整 因為第一個它沒有量 第二個它又收十字K 那麼以今天這樣除息秀來講 你今天早上Touch到了 但是收盤少了五毛 這個五毛也很重要 那重點是 你們看到這個圖形 台積電的空幫缺口來留著 那空幫缺口代表這裡 追加買盤力道不夠 而台積電連續都黑K的 那麼請大家要留意了 我講的都事實 台積電在這邊它並沒有轉強 而大盤內根的黑棒一定要克服 不克服的話 請你們獲利落代 今天各類股 大家都會說 老師這大盤到底是要往上還是往下 你們先看這個圖 今天各類股表現不一 如果是一個強烈多頭訊 而伴隨了1800億 那請問各位 今天是不是應該量價其楊 可是沒有 今天拉升級 今天拉電子零組件 就這樣子 其他都是弱弱的弱弱的 那為什麼 這邊傳產也開始轉弱了 那很簡單的道理 我跟你們講 拉東出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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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這很明顯的 這個金融轉弱了 大家想說會不會降息 然後這邊傳產也轉弱了 剩下這個傳產牆 然後這裡當然是一枝獨秀 大家都知道國外的疫情 所以這邊生計股又開始拉了 所以我跟各位說 一個持續多頭的架構 1800億不應該出現 拉東出西 拉東出西 所以這裡 我還是給大家一句良心的建議 如果這個大盤久攻不過 請你們獲利落袋 這股票今天賺不多啦 今天呢 當沖一趟少賺 我說過啊 我對任何股票沒有 成見沒有意見 但是呢穩貌在最近 利多實在太多了 可是利多這麼多 為什麼每次都是這樣子呢 他不只今天這個樣子 而呢在這個地方 還發現這件事情 各位看到 這個穩貌利多這麼多 可是為什麼在那邊儲這樣子 我說這個線有點怪啊 一紅一黑一紅一黑 馬上紅馬上有人賣 一紅馬上有人賣 一紅馬上有人賣 今天繼續賣 而今天更重要的是 今天這麼多頭條 對於我貌的利多 可是問題是 我一直看到 股票放利多 股價沒辦法衝高 而我今天又看到拉起來就有賣 你看今天量那麼大 這叫沙盤量啊 那問題是 我前面跟各位說頂297 現在要頂298 那如果是強烈的格局 不可以走這種格局啊 那這種線型呢 我就跟各位說 不動就不動 一動就很驚人了 那我再告訴你什麼 久攻不過 請留意 今天開始出現了沙盤利了 你們都認為這個行情要拉上去了 結果這個股票給你回馬槍 尾盤給你殺下來 那我今天也跟各位糟糕啦 我今天是當沖了這支股票 我賺不多 但是呢我就當沖沖掉了 那就告訴大家 連這個那麼大的利多的股票 而且是PA的龍頭 今天都形成這個樣子 那你們自己手上的股票要留意了 不要呢 你看你買到這個區塊當中 你一個禮拜都連在裡面了 沒什麼意義了 在這裡好好的提高警覺 下一檔 這支股票叫什麼 郁金光 郁金光今天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今天受紅K 可是 亮縮 你們記不記得 前天玉金光兩萬一千張 昨天一萬兩千張 今天剩這樣 奇怪了 老師 他股價還在漲 可是量都不見了 原因在這 你們看 我跟你們講過 昨天不應該在 在這一根 這一根漲停板的次數線 這樣的線嘛 有沒有 這麼厲害怎麼收這樣的線 那你昨天反差線嘛 那今天縮穿了 今天高點有沒有過前高 沒有喔 那你看啊 這一根的線 我說啊 這邊量這麼大 兩萬一千張 六百多塊股票 兩萬一千張 到底誰賣的 誰買的 那如果是大腳買的 昨天應該說紅K 那麼今天利用這個大盤 拉一波之後應該過高啊 沒有喔 那我告訴你 這個型態 這三根就夠了 我告訴你是出貨 那如果是進貨 不會這個樣 今天沒過高 昨天反打 那你看喔 啊這樣的量呢 不見了 啊這一根呢 有人邊拉邊出嘛 我講都事實啊 你們現在不相信沒關係 你們明天就留意這個箭頭 明天就有這個箭頭能夠守穩 那不能守穩呢 你們就知道何老師用心良苦啦 我對任何股票呢 都是很客觀的分析 今天的高點沒有過高啊 而且昨天的反差線 在那邊處得好好的 我跟你們講 量價同時到底嘛 你們就要留意啊 量價同時到底 次日不能收這樣的線啦 這樣的線叫做力道衰竭 看我節目很過癮喔 我直接告訴你們什麼形態 還告訴你們什麼蛛絲馬跡 你們就好好留在心上喔 不要這邊喔 心不在焉喔 那我跟各位說喔 當整個行情 沒有辦法做一個強勢的表態 那很多的股票可能呢 就是如同我跟你們講的 邊拉邊出 那出到最後換手換手 換到誰的手 那你們自己留意了 今天大盤 三大法人買31億 那1800億誰買的 希望不是你們 那這支股票咧 科學股 喔今天好厲害喔 科學股今天好厲害喔 對啊 那很厲害 那你們盤了一個月了 買到這邊買到這邊 馬上一個月了 有沒有解套我不知道喔 但是請你們注意啊 科學股啊 在本間K線的看法 那只不過是連續線啊 那這邊毫不容易拉出來 我昨天才講 最好不要破這邊嘛 還好 喔拉起來 拉起來有人買到這邊的 趕快喔 因為你們看啦 科學股啊 每次這邊很大的量 這邊那麼大的量 後面就黑K 這邊那麼大的量後面就黑K了 這一支咧 明天會紅K黑K 我不知道 但是我跟你講箭頭畫好了 手上不管你有什麼單 留意這兩道線 那麼目前它型態叫高檔連續線 那高檔連續線呢 這支股票常常都是這樣嘛 有沒有紅的就這樣子了 那這支股票呢 請你留意 明天不能過高 那這個地方就是幾大的壓力了 下一檔你們看啦 這支股票要聯發科 看何老師做公益啊 每一支都給你們解那麼清楚 聯發科你看喔 今天呢 好像很多股票都很厲害啊 但是今天大力光中錯110塊嘛 那這個聯發科呢 很多人說 今天股價上漲會堆喔 我告訴你們且慢喔 你看喔 連續兩個這個什麼星 我不知道 這個線這個要這個線 很奇怪耶 高檔收這樣的線 又這樣的量很怪喔 很怪喔 好我要告訴你喔 不要看價格上漲喔 沒有忽略這個K線形態 高檔日K二連黑 又是這種形態 又是這樣的量 有賺到趕快跑 沒賺到的 提高非常精確 啊這支欸 送資料都有送你們的 你們就要黏在裡面 我有什麼辦法 啊這樣的股票誰救你們 每個老師都講 漲停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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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樣股票老師都不講了 帶你們買多的老師都不講了 只有河山最好 送你們資料叫你們趕快跑 你看喔 盤碟 有沒有盤碟 盤碟 拉起來不跑 盤碟 你看 有沒有盤碟 何老師送資料叫你們賣 你看這一段避開了 多好 啊這裡也盤到這個樣子 散熱我當然知道啊 5G啊 怎麼不好 好得不得了啊 5G新車都要散熱啊 那為什麼不漲 不是基本面的問題嘛 現在是籌碼面的問題嘛 我之前跟你們說 大腳跑光光你們不相信 你看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啊亮咧 大腳跑光了我沒騙你啊 所以你們都看事後來知道 早知道相信何老師 下一檔 啊這個咧 我當然知道啊 很多人說他們頭尖底啊 我也知道啊 誰不會看 啊重點咧 啊為什麼不動 啊為什麼都沒有量了 我在幫你們欸 這邊叫你們跑欸 我對你們多好 叫你們跑欸 你們不跑 你看這邊 人家股票都在漲 你的股票這個樣子 你看我對你們多好 我有提醒你們 送資料都有告訴你們啊 這種股票盤到沒有量 沒有價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市場上哪裡去找這種分析師啊 何老師都告訴你們 每一檔蛛絲馬跡 我難道不知道像什麼結構嗎 我要提醒大家 目前這個行情 拉到這個階段當中了 昨天到今天 大盤的K線很小隻了 很小隻小到這個樣子了 而今天這麼小隻的量 還能夠有1800 三大法人買那麼少 啊誰買的 如果聽得懂的話 好好的 把你們錢放在口袋裡面 這個行情突如其來 會有你們意想不到的 那我也不預設立場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大盤如果遲遲 沒有辦法化解上週四內跟大黑K 其你們提高非常警覺 在此時我要告訴大家 亂市拼經濟 本間K線加河山腦塊 待你一路賺到底 只需一架到年底 希望大家一切都能夠很順利 跟我一起拼經濟 跟我一起拼行情 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轉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限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